以色列星期二决行全国大选 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寻求第五次连任的政途遇上了劲敌 官方选举成绩至今还没有出炉 不过依据当地三大电视台的出口民调就显示 左翼联盟蓝白党和执政的利库德党势均力敌 所获得的议席不相上下 虽然两派的党魁不约而同宣布自己胜选 但是媒体一般比较看好 内塔尼亚胡比较有机会组成联合政府 以色列大选拉开序幕 全国634万合格选民履行公民责任 投下神圣一票 投票站在当地时间晚上10点关闭 正式进入计票阶段 官方成绩至今还没出炉 但三大电视台的出口民调 显示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党 在120个议席中有望攻下33到36席 如果获得其他右翼小党支持 就有可能拿下60到66个席位 也就是成功跨越一席过半的执政门槛 第五次寻求连任的内塔尼亚胡 星期二晚上 在特拉维夫兴奋地和支持者会面 宣称自己胜选 内塔尼亚胡连任之路看似顺利 不过半路杀出成咬金 民调显示左翼阵营的蓝白党和执政党势军力敌 预计可以拿下大约37个议席 如果蓝白党和其他左派小党结盟 也是有可能拿下54到60个议席 曾经担任国防军前总参谋长的蓝白党党魁甘词 同样预告获得幸运女神的眷顾 有望推翻执政党 媒体公布的出口民调 让利库德党支持者喜悦万分 期待内塔尼亚胡可以一马当先 继续连任 让对面的左派阵营杀鱼而归 尽管过去大选的出口民调可信度并不高 不过蓝白党支持者非常乐见 也期待星期三早上一觉醒来 就会迎来改朝换代的机动时刻 一般媒体都看好执政的 利库德党稍战上风 组成联合政府的几率更高一些 虽然总理内塔尼亚胡面对腐败的指控 但他在任期内成功让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的主权 为他的政绩加了不少分 选委会预计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三早上 公布99%的计票成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